芹菜 芹菜在这儿倒有用啊 对 木吃肿痛的原因 一般的是我们归结于干火太盛 因为干开窍于木 所以说干火太盛的时候 引起木吃肿痛 干火是怎么来的呢 一般的是干起淤绝来的 干淤化火导致木吃肿痛 而我们所选的这个芹菜 是我们入干净的 清干火的 所以说吃芹菜的话 对于木吃肿痛的效果是 比较合适的 到这儿的话 我就要考大家一个 芹菜怎么吃啊 拿嘴吃啊 拿嘴吃是对的 怎么做呀 炒啊 怎么炒呀 宅宅就炒了 怎么宅呀 咱给他宅呀 让连续宅 在家这活都得他干 宅完了洗 洗完了 我听说 你就看他那手法 是不是家里干活了 都是媳妇管的也好 这是打小儿就一直摘到大的 小时候咱就老摘菜啊 摘干净点 你这摘得好有经验啊 闹着玩呢 咱这是 看看 手法娴熟 您帮着我摘 一看就是专业的 这是谁培训的呢 这是我妈跟我媳妇两代人吧 对 洗完了之后 其实就摘一摘就能吃了 这就 这有袋就扔到垃圾桶就完了 就不要了 这一洗一改刀 对吧 行 您看行吗 真是我还不会摘菜了 摘得干净吗 摘得还真干净 对呀 手法绝对专业 可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你把最有用的给摘走了 啊 后边观众都答对了 那你刚才都没说 我说行了 你们都行了 这你们又明白了 就是说叶子有用了 你刚才还说扔垃圾桶得了 咱还得给它非常郑重地捧回来 临床咱们这个在家里炒的话 还真的是用这个梗 对 比较多 说到这个芹菜叶和芹菜杆的关系 我们平时可能一般的是 把芹菜叶给丢掉 这是有点丢了西瓜 剪芝麻的感觉 在我们临床实践中会发现 我们吃了芹菜叶之后 它的清火的作用 要比芹菜杆要好得多 所以说我们建议是 用芹菜叶去清干火 我们现在食堂做包子 都用芹菜叶加肉做包子了 真的吗 是的 那看来中医院的食堂 连大师傅都懂得中医养生常识 之所以原来扔叶子 我理解吧 是因为这芹菜叶味不好吃 太苦了 是 所以说大家把叶子都扔了 其实好多人 其实扔的都是好东西 就先去叫姹菜叶子